从当地时间23日40起 乌克兰国家银行、乌克兰内阁、外交部等多个网站 因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而关闭 乌克兰议会23日以335票赞成 投票通过了从当地时间24号零时开始 在全国实施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Facebook母公司Meeta正在开发一款数字语音助手 以帮助人们无需用手 就可与实体设备进行互动 比如该公司的Porto视频通话设备 以及有朝一日推出的增强现实眼镜 Meeta CEO马克·扎克伯格表示 该公司正在打造这款数字助手 以便为所谓的元宇宙做准备 元宇宙是一种更加沉浸式的互联网 人们可以通过虚拟和AI眼镜进行在线互动 扎克伯格在周三的一次演讲中表示 数字助手将需要学习人类的行为方式 以帮助用户驾驭这个新的网络世界 当我们戴上眼镜时 这将第一次实现AI系统 能够真正从我们的角度看世界 看到我们所看到的 听到我们能听到的 扎克伯格表示 他希望最终开发的AI助手 可以在虚拟和物理世界之间移动 这个AI助手还没有名字 但Meeta称这一努力为Tri-Rawcat项目 美国监管机构和Facebook母公司Meeta就何时启动 备受瞩目的反垄断审判存在分歧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议 在2023年12月启动反垄断审判 而Meeta则要求给予更多时间 根据周二晚些时候 提交给华盛顿地区法院的一份联合文件 FTC提出了2023年12月11日的开审日期 以便有时间进行文件和数据的搜证程序 Meeta代表称 FTC提议的时间表不现实 而且对Meeta不公平 并表示需要到2024年2月13日 才能完成搜证程序 2月23日 字节跳动28岁员工吴先生不幸离世 引发关注 网传字节跳动补偿2000万 公司会帮忙还清房贷 工资会照发到孩子成年 23日晚 字节跳动去世员工母亲辟谣货赔2000万 就网上赔偿2000万的说法 费点视频对话逝者家属 吴先生母亲张女士称 现在很痛苦 网传赔偿2000万消息是假的 双方暂为协商赔偿事宜 据有关媒体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曾与投资者展开磋商 为其东南亚电商平台Losada 融资至少10亿美元 同时 阿里方面还计划剥离Losada 为其潜在首次公开招股做准备 不过 最终未能成行 对此 阿里相关人士表示 不会公开回应此事 既取消对零售店顾客的强制口罩令后 苹果也在考虑解除 对零售店员工的强制佩戴要求 外媒昨天报道称 苹果在许多美国零售店 不再强制顾客佩戴口罩 但是员工还得继续佩戴 知名记者马克·古尔曼周三发布推文称 听说 苹果正在考虑最早 在两周内取消 对零售员工的强制口罩令 苹果CEO蒂姆·库克曾表示 芯片短缺限制了iPad的销售 最新研究数据证实了他的这一说法 市场研究公司Sea Analyst 发布的报告显示 2021年 美国平板电脑市场出货量 为4530万台 较2020年的5030万台下降10% 苹果iPad去年出货量为1910万台 同比下降17.3% 市场份额也从45.8% 降至42.1% 尽管如此 苹果的出货量依旧是排在第二位的亚马逊的近两倍 三星、微软、联想排在三至五位 有硅谷女警支撑的欧盟反垄断事务负责人马格丽特 维斯塔格警告称 苹果和其他科技巨头正选择支付罚款 而不是服从他们不喜欢的命令 维斯塔格在美国一个颁奖典礼上的线上演讲中表示 一些把关举措可能会被这些科技巨头绕过 或用来拖延时间 苹果最近在荷兰的行为就是一个例子 基本上该公司宁愿定期支付罚款 也不愿遵守荷兰的一项反垄断命令 提供替代的应用程序支付方式 他说道 此外 他补充道 欧盟出台的一项限制大型科技公司行为的新法律 应该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 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周二表示 他很高兴看到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做空者 后者是马斯克长期抨击的目标 与此同时 马斯克还对他经常攻击的另一个目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起了新的攻击 司法部调查做空者让我深受鼓舞 马斯克在周二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 这本应该是SEC做的事情 但奇怪的是 他没有这么做 美国司法部 据称正在调查两名此前做空特斯拉股票的投资者 与此同时 SEC一直在对特斯拉进行审查 这在特斯拉和SEC之间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法律斗争 谷歌公司正在为迎接员工回到办公室做准备 该公司将取消一些为员工制定的新冠肺炎 相关强制要求 并恢复其总部的福利 谷歌地产和职场服务副总裁大卫雷德克里夫 本周在写给旧金山湾区员工的一封邮件中解释称 公司正在放松有关疫苗、检测、社交距离和口罩的一些规定 另外 谷歌的一名发言人称 该公司已经改变政策 将不要求美国工人接种疫苗作为招聘条件 但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谷歌准备推行混合办公模式 要求员工每周至少在办公室工作三天 eBay今天发布了2021财年第四季度 及全年财报 财报显示 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 eBay第四季度净营收为26.13亿美元 较上年同期的24.78亿美元增长5% 来自于持续运营业务的亏损为8.93亿美元 上年同期录得利润7.72亿美元 eBay第四季度业绩符合预期 但对于今年第一季度的展望令投资者失望 拖累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跌11% 腾讯宣布 将以全资的方式收购 位于加拿大的游戏工作室Inflection Games 官方表示 在腾讯收购后 Inflection Games的CEO将继续留任 Inflection Games这个名字对于多数玩家来说 可能有些陌生 其母公司Improbable也不算老字号 属于游戏中较为底层的技术环节研发 该公司表示 它出售该工作室 是其对元宇宙星战略重点的一部分 接受腾讯收购 是因为Inflection Games需要更好的发行商支持 在吉利汽车官宣跨界造手机之后不久 蔚来汽车也拍马赶到 新老两派造车杰出代表 齐齐杀入手机厂商腹地 最新消息称 蔚来手机部门正在加快动作 不仅资金投入持续加大 深圳研发岗位招聘工作也在持续进行 有知情人士表示 年后新发了offer 有100多个 近期在深圳 预计还会再增加200多个研发类岗位 上述人士还透露 蔚来的手机业务确定要做 且规划早于小米宣布造车之前 截至发稿 蔚来并未向记者透露更多信息 锦表示 目前没有可供披露的信息 有进一步消息将和大家沟通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